受到水情的冲击 现在护国神山台积电的产能也备受影响 经济部长王美花日前就抛出了 科学园区是不是可以来早景取水 被在野党大酸是在领可绝境反应慢慢拍 要不要干脆种梅子树来望梅止可算了 因为想挖井不但得要考虑到环评问题 有没有地下水更是一大考验 现在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经济部小编赶快在脸书澄清 开凿地下水井是科学园区的厂商主动提出的方案 也是不得已但必要的风险管理规划 经济但公平产能 台湾却面临半世纪以来最严重干旱 科技大厂恐无水可用 但经济部长抛出早景取水真的可行吗 应该是在这个很不得已的时候 做了一些短期的一个措施而已 来看看台湾科技重症 光是竹科每日用水14万吨 中科13万吨 南科相加起来也要17.5万吨 而目前全台有160口井加入供水 每日可提供34万吨 但还是不够 现在经济部要再早景救水荒 也让国民党立委很傻眼 完美的权势的什么叫做零渴绝境 以后如果大家没水喝的时候 也要望眉止渴 然后没电的时候也要专目取火 那政府不能一直只想这种头痛 医头脚痛 医脚的短期的这个治标的做法 早景取地下水机不得 除了得符合水利法 确定不会地层下陷 经严审水值也要坚固 限制多并不容易 依照现在的技术 早景取水已经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也是配套 经济部联书则澄清 早景取水是科学园区厂商 主动提出并由相关单位 在抗旱会议中代为反应 水利署也说取景水是不得已 但气候异常已成常态 对中根本解决缺水问题 宁可裁决景恐怕已经来不及 就和真正的抗旁